我過去在網路上面寫了很多跟愛情有關的短短的句子 那當中有一些轉發的量比較高的 我從當中選出了77篇來把它蒐集成一本書 那除了網路上面現成的可以看得到這些愛情的句子之外 我為這77個句子每個都搭配了一則故事 這些故事有的主角是會噴火的龍 有的是木乃伊,有的是吸血鬼,有的是巫師 我相信這些愛情的句子有時候可能比較揭穿了一些殘忍的戀愛的真相 同時我希望用很可愛的故事來帶給大家一些樂趣跟安慰 有一次寫了一個很短的句子就是我看到好多人他們都說我要把我的未來通通都托付給一個人 比方說女生很喜歡講說我要把我的未來通通都交給你 然後我在後面問了一個問題說這個是愛還是懶 很多網友就開始回答我說這也不是愛也不是懶就是信任或者是這個就是真愛 然後呢有人就跟我一樣認為說這個是懶惰 就是我認為把自己的未來全部都交給別人來管 就跟你想像中只要一結婚原來人生的問題通通都會解決掉 然後呢你原來是一個無趣的人你結婚就會變有趣嗎 你原來是一個很容易發狂的人你結婚就會變瘦嗎 我認為是不可能犯這件事情 你不能給愛情跟婚姻多過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 你不能夠把一切你解決不到的事情都丟給愛情跟婚姻說 好了老娘一談戀愛一切都解決了 不會發生這件事情 你如果這麼自私的話你會更糟糕 所以呢不要再講這種不負責任的話說我要把我的未來通通丟給你 就你應該要跟對方一起努力 心血鬼照鏡子的時候不會有道理 佛地魔的本事再怎麼大 他就是沒有辦法得到真實的身體 而當他們遇到愛的時候他們都被打敗 他們都被征服 所以我們人類雖然很卑微的可是我們沒有那麼慘 我們不是樂死 我們有戀愛這件事情 一切比我們厲害的物種 最後談到戀愛的時候都以人類的標準為唯一的標準 這個讓我覺得很高興 雖然我是在跟一群不存在的物種在辯論 可是起碼這一場我們變贏了 就是愛情很偉大 我們應該以此無恙